裡面有個台詞 我自己在戲裡面當下講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點想哭 她說我不想演了 我是不是不會演戲 對 沒有很多的扶摸 扶摸一些女生比較私密的地方 我要準備一個東西送皮膚 我就帶著我 我就說這個送 待會我們就都比較怕 我絕對不會讓任何人傷害她 被保護女友人的男人才是真男人 那你的男人會保護你嗎 你會因為一個人的過去就否定他嗎 那你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我講到 你發生什麼事啊 嗨 我不認識你 嗨 我是Missi 嗨妳好家 因為那天我其實在工作 工作的時間結束差不多離公布頒獎 就大概十分鐘而已 我的同事還問我說 欸你要回家囉 要不要跟我一起看 斷然拒絕她 我自己是一個人躲回車上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刻對我來說 跟角色一起看是很私密 因為Monica在戲裡面也是演演員 所以那個當下除了開心驚喜之外 我覺得有多了一點點欣慰嗎 就是在劇本裡面 他沒有辦法成功的在他的職業工作上面被注意到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一加一 好像一起被看到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其實導演這一次 我跟他見面的時候沒有劇本欸 所以我算是在一個全然未知的狀況下去 跟導演見面 然後一去之後導演就跟我說 這個角色尺度蠻大的喔 你OK嗎 然後導演想說 OK吧 哪一種大尺度啊 自己心裡面有一個聲音 好像是告訴自己說 喔 差不多時間到了 緣分來了喔 在接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其實做了蠻大的準備是 心理建設 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把自己活得很像這個角色 在拍攝的前期除了看劇本之外 我真的就是一直用角色的樣子在獲勝 比如說這次裡面有背了一個很大的海報 那個東西是我跟導演說 導演我可以背這個包包嗎 我自己敢要求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為什麼 我說我覺得這算是Monica生活中很重要的符號 因為她想要讓別人知道她過得很好 然後我想像的是我的生活其實很晚了 什麼事情都砸在一起 所以我的什麼東西我都是丟進去的 然後我也在我的包包裡面放了一個 御飯糰垃圾 我覺得我一定是三餐不濟的人 然後我可能接下來我就接到一個電話 我就要去試鏡 所以我的東西是往裡面塞的 跟我的人生一樣 Monica的人生非常的搖搖欲墜 所以我在那段時間我覺得我也是很搖搖欲墜 因為我有養狗 某一段時間開始我把她請到我朋友間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她一起生活 因為我覺得Monica是太渴望我需要愛 但是我每一次回到家的時候 我的狗就會坐在旋館等我 然後對著我一直笑 它讓我感覺我一點都不顧待 我覺得它一直在影響我 它給我太多幸福感 剛剛開始出道的時候是模特兒 對於表演來說我也是很迷惘的 所以Monica的那種徬徨我懂 裡面有個台詞 我自己在戲裡面當下講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一點想哭 她說我不想演了我是不是不會演戲 就是這句話我也在我的工作環境中 時時刻刻無數次回到家 我會懷疑自己 我是不是不會演戲 為什麼我今天好像做不到導演的要求 我在幹嘛 我真的適合嗎 所以我就說我覺得這個角色 其實離我們非常的貼近 禮物之前剛才講過 我怕覺得拍女女比較難 沒人幫你 就這樣感覺我懂 過過女朋友分手了 拍男女的時候一定有很多無限的想像 觀眾一定看過很多拍男女的戲 你就可以直接想說我覺得這場應該找怎麼樣 可是女女對我們來說真的比較遠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撫摸 撫摸一些女生比較私密的地方 在前一天睡覺前我就想到了 喔我要準備一個東西送給你 我就帶了我家常夜用型的衛生棉 到現場給她 我就說欸這個送你 然後我說待會我們就都比較怕 你這世界上有真愛嗎 我相信啊 我相信 我非常相信 所以你有找到了嗎 就是遇到了 就可能過去 過去當然有遇到啊 當然有感覺到被愛的時候啊 可是我覺得那真的就是天使地獄 我覺得不要對於愛情感到希望 要充滿期待 順其之難但要勇敢 所以你是個勇敢愛人 我覺得我不是 哈哈哈哈 我是一個害怕受傷的人 我從學生的時候談戀愛 我就不是一個勇敢的人 到現在也還是一樣的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講說你喜歡這個 我跟他在一起談那麼小戀愛 然後不想到人家說 啊我沒有啦沒有啦 然後其實我愛對方 你是這樣的 我是這種人啊 我知道喔 就現在還是 還是啊 我沒有主動告白過耶 你會偷偷戀愛 談那種小小偷偷戀愛 會吧 就是我不喜歡談 在路邊就是牽手接吻的那種 我追求的不是這個 我追求的是 就是很平平淡淡 簡單的性 不喜歡就是 我生日 然後大家突然在一個公園 然後給我一個大驚喜 那種我會覺得 啊天啊好害羞 不要不要 就是 我不喜歡這種 就是很害羞 對於談戀愛也是 就是我覺得 這是兩個人之間的事 不需要鋪張 讓大家都知道 到時候有好消息的話 你也是講說 今天覺得很不錯 順其自然去登記 我可以啊我可以啊 所以你也不會 遭告天下這樣嗎 我也會遭告天下 但是我一直說 如果對方對我的求婚方式是 很平實的 我也會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會告訴大家 就是那種過程啊 或者是生活點滴啊 那我覺得彼此知道就好了 也不用事事分享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是老派的人 現在有遇到那樣子 覺得適合的人嗎 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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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度入圍金馬女配角的作品是 施透謊言 金馬女配角 青春失戀 好我要再一次 你要剪掉喔 逼你喔 哥 拜託求你了 我在 你知道 就是終極二選一太緊張 你在聽到關鍵字 你覺得我要講了 對對對 你要剪掉喔 拜託 求求你們 我真的準備好了 真的喔 真的好 首度入圍金馬女配角的作品是 青春失戀 好 在青春失戀片中 飾演名字是什麼 Monica 角色職業是 演員 杯的包包的品牌是 Louis Vuitton 男友黃尚和的職業是 攝影師 青春失戀的上一日 11月19日 好 YES